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巨鹿之战大战开始之后 双方进行了激烈而残酷的阵地战 项羽方大获全胜 最后是秦军大败 王黎被擒 苏角被杀 射箭自焚身亡 至此 巨鹿城外的秦军 几乎是全军覆没 王黎君的覆灭是张汉带兵出战以来 遭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 从此项羽那伟岸的身影 成了张汉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这让他再也没有勇气和信心 重新组织人马来决战了 这时其他各路来支持赵国的诸侯出现了 他们出现的也真是及时啊 不到胜利这一刻还坚决不现身 到了项羽的中军打仗 他们一个个伏地而败 并称愿意听从他的调遣 并主动把项羽的官职由上将军提升为诸侯上将军 赵王在张尔的陪同之下 也来向项羽道谢 他也不顾堂堂一国之王了 跪地下就拜 可是项羽并没有露出喜色来 他的眼光幽远而深长地望着无边的苍穹 一个声音在心底里边响着 张翰 看你往哪儿逃 拿命来吧 我叔父的血仇该用血来偿还了 居禄之战失败以后 张翰的信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 他把军队住在极远 就是现在的河北平乡 当时是一个堡垒 在里边可以坚守 他不敢再和项羽交战了 你守可以啊 可人家项羽不同意啊 他一心要为叔父报仇 自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强攻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好不容易到了老年 他以为他的一辈子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了 可陈胜吴广起义的革命春风 却吹遍了五湖四海 也吹醒了泛赠壮志未愁的梦 一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了 于是乎 他不顾满头白发 不顾年老体弱 不顾乡里父老的嘲笑 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在这儿啊 我们已经无法考证 范增是不是当时参加革命的 最大年纪记录保持者 但谁都知道 范增这样老计福利参加革命 是没有白费的 他的名字 已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从最开始的默默无闻 到逐渐出人头地 范增用自己的努力和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才华 向良也逐渐发现了范增是个人才 正要为以重任的时候 他自己却出师未结 身先死 被张罕给干掉了 留下范增常识英雄 泪满金 向良一死 向宇毕竟还有点嫩 向氏集团的大权 已经被楚怀王给收回去了 范增的出头 似乎又遥遥无弃了 可是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 楚怀王在制定北伐计划的时候 并没有忘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任命宋毅为上将 项羽为次将 而任命他为末将 一个将领的称呼也许微不足道 但却让他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 安阳目睹项羽 刀劈宋毅 他看到了项羽的坚决和果断 还有那种与生俱来的霸气 这可不是一般地痞流氓的霸气 而是一副帝王将相的霸气 都说良秦择磨而期 从这以后 范增终于找到了自己认为 可以跟随的民主了 在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中 他辅佐项羽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谱写出一曲悲壮之歌 此时 在巨鹿之战大盛之际 他站出来对项羽有话要说了 话不长 只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这次张汉连持败仗 但手下还有二十多万人马呢 比起储君的人数来说 并不落后 他这是叫项羽 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形势不要过于乐观 第二个关键词是 狗急了也会跳墙 都说明师出高途 范增的这两个关键词一交 项羽就毛色动开了 大有拨开乌云 见日出之感悟 于是 他就把兵马囤在张南 和张汉君是遥遥相望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进宫啊 他就会意味深长地说上一句 狗急了都会跳墙 那人呢 两方大军就这样眼对眼地 相望了近一个月 张汉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接到了秦二世的一封诏书之后 就度日如年了 朝廷这时候早已经知道了 他兵败的消息 在张汉按兵不动的这二十多天里 咸阳早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张汉就是秦朝的一面大棋 要是这一面大棋倒了 那么秦朝的气数 也就真的尽了 一直躲在烟织堆里 醉生梦死的秦二世 虽然是后知后觉 但终究还是听到了 张汉兵败的事 秦二世就问赵高 赵高继续以江湖传言不足为信 来搪塞秦二世 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他会去催张汉 抓紧时间灭敌 其实呢 赵高在心里边 早就打起小算盘了 眼见着张汉兵败 怕自己独断专行 一手遮天的事被人发现 为了推掉自己 反抗革命不利的罪过 他决定 把张汉弄成自己的替罪羔羊 李斯死了之后 整个朝中 唯一能对他构成威胁的 就是手握兵权的张汉了 如果把一切罪过 一切责任 都弄到张汉的身上 他就万事大吉了 但张汉毕竟是张汉呢 不是一个像秦二世那样 随随便便就能够糊弄的人 赵叔一到手 他就知道了 这完全是赵高 假借皇上的名义弄的 权力灭贼 不得有物 延误战绩 军阀处置 这样只有十六个字的独促信 看得张汉心里边 却是凉嗖嗖的 他在战场上拼死拼活 好不容易才败了两场 朝廷非但没有 只字半语的安慰 反而有怪他进攻不力的意思 他自己也很想进兵啊 可是此时不说的项羽 存有忌惮之意 而且四面都有各路联军 他想能打上马 看来皇上给蒙蔽了 得派一个人入境告知实情 再派些兵来 否则他可真是孤掌难鸣 张汉静下心来 这么想着 派谁去呢 派司马新 司马新是张汉派去咸阳 禀告秦二世 巨鹿之战情况的一员 手下汉将 可是 司马新这次咸阳之行并不顺利 甚至可以说是凶险万分 因为他差一点就掉了脑袋 司马新快马加鞭地 赶到京城之后 就直接去找秦二世 可是呢 他很快就悲哀地发现 虽然他在战场上 跟着张汉出生入死好几年了 也算是风流人物了 但是 此时连皇宫的大门也进不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 没有领到赵高签发的许可证 宫中的卫士就是不给放行 建皇帝还得赵高来许可 司马新这时候才感到 事态比想象当中的还要严重 看来啊 朝廷果然像传闻当中的一样 朝中大权被赵高独揽 秦二世早已经被架空了 只是他自己身在云里雾里 还不知道罢了 虽然这明显有违常理 但是人在屋檐下 怎能不低头啊 没办法 司马新只好去找赵高了 他一连几天 到了赵高府上都吃了闭门羹 后来他悄悄地塞了一些银子 给那些门卫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看在银子的份上 那些门卫就悄悄地 告诉了他一些实话 他们的主子赵高啊 是打定了主意不会见他的 想拿去见皇帝的许可证 还是省省吧 不让自己去见皇帝 这明明是心中有鬼啊 司马新不敢再逗留了 于是他连夜就逃出了咸阳 因为是夜里赶路 他走着走着竟然迷路了 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福西祸之所以 祸西福之所以 正是因为他的迷路 却捡回了一条命 赵高本来就打算这几天 把司马新就地解决了 忽然听说他连夜出了咸阳 情之不妙 马上就派人来追 可惜他们派的追兵 走的是阳光大道 自然就没追到司马新 司马新如实汇报了 咸阳的所见所闻 张罕的心里是悲凉到了几点 你想啊 搁谁谁不心里边凉啊 为了秦朝 死死活活 打打杀杀 这么些年 而且很少有败仗 到头来呢 居然是这么个结果 还真不出他所料 南征北战这么多年 换回来的就是这样 无言的结局 看来这大秦王朝 真的是气数已尽啊 一个可怕的想法 就在张罕的脑子里边产生了 他自己也为这个想法 吓了一跳 是啊 如果这个想法付诸行动的话 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他一世英明 将彻底的毁了 可是呢 除了这样 他又能怎么样呢 进退两难 张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正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他收到了一封书信 信使告诉张罕 派他送信的主人 叫陈瑜 陈瑜 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个名字 一个十大局 故大体 却被自己的结拜兄弟 张尔误会置身的人 据路之为被解之后 因为误会 一时间无法消除 陈瑜和张尔之间的关系 甚至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于是他黯然地带领手下士兵 归顺了项羽 这封信是他和范增 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 才完成的 主题只有一个字 和 直到这封信送出去 他们都瞒着 不让项羽知道 为什么要瞒着项羽呢 原因很简单 张罕当初杀了他的叔父 项羽对张罕有着 不共戴天之仇 在还没弄清 张罕心里的真实想法之前 还是先瞒着项羽为好 这封信 充分地展示了陈瑜 作为和平大使的非凡才华 首先从秦初的名将蒙田说起 说他如何如何地有功 又如何如何地被赵高给害死 然后故事的主角 一下子换成赵高了 说赵高如何如何独断专行 又如何如何指路为马 直到最后才说他张罕如何如何英勇 如何如何精忠报国 这封信如果站在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 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 有对比 拿当年劳苦功高的蒙田来 跟同样劳苦功高的张罕对比 蒙田最终落得个诬陷惨死的境地 那么你张罕 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呢 暗喻 在指路为马的事情上 打作文章 说整个朝廷已经被赵高独揽大权了 黑暗至极 如果此时再把巨鹿比喻成鹿 那么马又是谁呢 夸张 张罕如果答应求和 他手下二十几万秦军 就可以免遭生灵涂炭 一名秦军士兵 尚有父母 下有妻儿 如果只算上最亲近的五个人 二十几万士兵就将影响一百万人的命运呢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张罕看完了这封信 愣了好半天 这才把它交给了司马辛 这封信 这封信要是让朝廷知道了 那是要砍头的 司马辛是聪明人 自然已经明白张罕心里边的想法了 其实经过他那一趟咸阳之行 心里边也早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只是一直还没敢说而已 看来呢 现在已经不用再隐瞒了 他重复了一下信里的那个字 和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张罕决定求和了 对于这个南征北战 戎马一生的乱世枭雄来说 做出这个决定 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从当年的不败到连败 项羽已经注定了是他的命中克星 即使这样 他仍然没想过背叛朝廷 此时如果朝廷能给他 一点点的支持和安慰 他一定会拼了老命 和项羽继续斗下去 可是 朝廷除了一封陈述他剿匪不力 督促他火速奸敌的诏书之外 什么都没有 赵高早已经把秦二世玩弄于张心了 那么他呢 国已不国 胜了又如何 败了又如何呢 他不过是一枚被赵高 任意摆布的棋子罢了 胜了得不到应有的封印 极有可能因功高盖主而被砍头呢 败了就是替罪羔羊死无葬身之地 无论胜负 他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爱莫大于心死 这一刻 这一刻张寒的心是真的死了 不过姥可 你没想到 你证明了 不过姥可 你聆院 我不过姥可 你乖然而不过姥可 你不过姥可 我还没有 我还没闻 不过姥可 。 感谢观看